人生在世 谁都有遇到难处的时候 这时候就难免张口向朋友借钱 当我们遇到朋友向你借钱的时候 又该如何处理呢 其实有时候我们不是不借 不是我们不懂人情世故 而是害怕 有时候借钱借怕了 钱借了 朋友没了 还伤了感情 现在成了借钱的是爷爷 要债的倒成了孙子 这样的现实让我们感到太无奈 从古至今呢 只要我们活着 就一定能遇到被借钱或者去借钱的经历 比如三叔四舅 七大姑八大姨 亲戚朋友向你借过钱 当亲朋好友啊 开口向你借钱的时候 你的内心一定会非常的纠结 借把担心借出去的钱 怕到时候要不回来 如果不借把 又怕上了亲戚朋友之间的感情 最令人头疼的就是借钱的时候 借钱的人说得信誓旦旦 天花乱坠 把你说到最后 没有办法 只好把钱借给他 但等到还钱的时候呢 有的人如期而至 有的人让你等了个寂寞 今天我就把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先给大家分享一下 前几年呢 有一个很多年没有联系的老朋友 突然找到我说家里出现了点情况 需要救急 跟我借五千块钱 当时我是有点犹豫的 因为在上班的时候 我们的关系并不是特别的好 在我犹豫的时候 他主动提起了在上班时间的点点滴滴 也勾起了我的回忆 后来不好意思我就把钱借给了他 借钱的时候 他一再地向我保证说 下个月一定把钱还给我 最多不超过两个月 就这样 我给他赚了五千块 可是在还钱的时候 他就开始百般地耍赖了 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说 他的各种困难 目的就是不还钱 遇到这种事 我也是无语了 只能自认倒霉了 到现在已经四年多的时间过去了 钱也没要回来 而我们的关系又回到了以前互不联系的时候了 聊到这里 我想给大家说的是关于借钱的这个事情 大家呀都应该学会拒绝 有人跟你借钱 只需学会下面这四句话 对方马上就不会再借了 又不会伤和气 下面就一起来看看是那几句吧 到年底了 很多朋友可能会遇到有人借钱 比如朋友 同事 亲戚 但很多时候不是我们不想帮别人 但是借钱真的借怕了 借的时候很好 孩的时候很难 很多时候关系很好的熟人 因为催还钱 最后形同陌路 甚至断绝来往 不是太熟的人借钱 我们还可以一口回绝 如果真的是比较熟的亲朋好友来借钱 我们可以用下面这四个方式 可以不伤感情地拒绝它 第一招 问其原因 对方提出借钱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问清楚原因 并且越具体越好 比如说通常有人借钱 都会说 最近手头紧又遇到急事 或者是家人生病 或者是买房买车 这些都是大概的理由 那么我们可以再问得更具体一些 一来可以表达出我们的关心 二来可以判断事情的真假 是不是还能还上钱 如果真的是遇上急事了 我们也可以考虑赞助一部分 还有个更重要的作用 就是我们如果没有办法金钱支持 还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径 给予帮助 比如我们有这方面的熟人和资源 或是帮忙出出主意 可以帮忙缓解对方遇到的困难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帮及不帮穷 我们问清楚具体原因 才能决定能不能借钱 能借多少钱 避免出力不讨好 第二招 同病相连法 当我们也没有钱借出去 或者是不想借钱 那么我们也要说出自己的原因 这里也是越具体越好 比如说 我最近也正为缺钱而烦恼 每个月多少工资 又要用到什么地方 家里的生活开销还需要多少 最后所剩无几 实在是爱莫能助 对方听到以后也会理解你的苦衷 也就不好意思再向你借钱了 这个方法有时候用起来 是非常管用的 第三招 转移法 我们可以说自己 最近刚好买了什么贵重的东西 每个月还有房贷、车贷、家庭和孩子的生活费等等都要支付 每个月的收入已经不够开支 自己确实很想帮他 但是手头现在没有多余的钱能够借给他 这样表达了自己的心意 却又无能为力 对方也就不好意思继续借钱了 这个方法也是非常管用 第四招 缓兵之计 我们可以跟对方说 自己的钱现在动不了 比如说 钱交到银行理财或者是存了定期 钱现在动不了了 或者是说经济大权在老婆手上 年轻人可以说钱放在父母那里 大笔钱财准备有其他的用途 不能随便动 现在要把钱拿过来 是非常困难 但是我帮你想想办法 看看身边的亲朋好友能不能我帮你借点钱 然后解决你的燃眉之急 这样可能过几天 你也没有消息了 但是一般来讲 朋友也都能明白我们的难处 也不好意思让你太过为难 所以一般也就不会再追问了 这个事业就慢慢的过去了 或者是等过一两天后再回复对方 说你在朋友那借了一点钱 不过这个钱还没凑够差的有点多 这样对方听了之后也会很感动 最后他不一定会要这个钱了 如果实在没办法 又不想借钱给对方的话 一定要遵守一个原则 那就是借少不借多 这样即使要不回来 也能将损失降到最低了 亲兄弟明算账 如果真借钱的时候 一定不要忘了写借条 上面这四个应对借钱的小方法 比直接拒绝借钱要好很多 也不会上了和气 总而言之 我们要委婉地和说清楚自己目前的处境 俗话说 江湖就急 就急不就穷 如果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值得帮助的人 我们必须要去帮助 但是要量力而为 人与人之间应该互相帮助 虽然说乐于助人是好事 但是也要量力而行 大家的钱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都是自己辛辛苦苦一分一块攒起来的 别人有难 深以援手 是可以的 但是借钱并不是你的义务 该还是就得还 很多时候 真不是我们不愿意借钱给别人 而是怕借出去后的钱一点回音也没有 如果大家都能有借有还 自然也能再借不难 我们不是吝啬 在这个支付宝都能借钱的年代 还需要向亲友借钱的人 要么是借钱金额远远大于还款能力 要么就是舍不得给利息 无论是哪种你都要衡量一下你们的关系 谈钱伤感情 如果不会谈钱 还伤感情啊 优雅拒绝 大声说不 凡事有代价 凡事就要付出成本代价 没有例外 有钱因必有后果 凡事互为因果 现在的结果全是过去种下的因所导致的 量变引起质变 大概率量变引起质变 能量守恒 自然均衡 凡事都是有原因的 凡事也都不是平白无故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